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議題 是跟腦部發育智力認知等等有關的營養素 其實有好幾個營養素這樣直接的影響 在進入這些營養素的介紹之前 我要先給同學一些基本的 有關神經方面的概念 那神經細胞基本上它長的樣子很特別 它有一個細胞體 還有一個很長很長的 我們稱它是樹圖的這樣子的結構 那這整個都是細胞 所以神經細胞大概是 所有細胞當中最長的細胞 那在所謂的細胞體這個部分 也就是細胞核存在的這個地方 它其實也會有許多的 細胞膜上面有許多的分支 那可以想像說 事實上神經細胞之間的這種訊息的傳遞 就靠細胞體跟另外一個神經細胞的 樹圖末端的這些分支 來做這個物質的傳輸 可是它們不需要直接的接觸 還真的有一點像無限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看到在這個 所謂的樹圖的這個部分 其實它的外圍有所謂的 隨竅的這種結構 而且這個隨竅不是整個連續性的包裹 它上是分段的包裹 所以有點像電線 有些地方有絕緣 有些地方沒有絕緣 那這都是為了要讓神經的傳導 能夠順暢 非常的高效率 好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神經傳導的時候 那麼從細胞體所接受到的刺激 就會傳向速圖的這些部分 然後往下一個細胞的地方去傳達 通常在觸途的末端 就會產生一些所謂的神經傳導物質 然後透過組織間異傳遞給下一個細胞體 那所以神經細胞之間沒有直接的接觸 其實它們看起來很靠近 但是不是以直接接觸的方式來做傳導 好 我們現在大概都知道 那麼人類的大腦有非常非常多的神經元細胞 然後每個細胞可以產生很多的連結點 所以可產生的連結點數量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個連結網絡越發達 應該對人的智力影響就最好 所以在腦部發育的過程 是不是能夠讓一個孩子的連結點 全部都充分的發揮建立 或者是如果有所缺失的話 那基本上就影響了腦部的功能 也就影響了日後的表現 那對這個神經網絡 它不是一次就固定的 不像我們蓋房子或埋電線 一埋下去就固定了 它其實有非常大的可塑性 受外界環境的很多的影響 所以它可以不斷的調整 不斷的變動 那這些次基因子也非常的重要 好 那人類腦部的發育 我們可以用這個年齡跟腦部重量的圖示 來讓大家了解 我們非常看重在懷孕的時期 然後大概差不多到5歲的時候 不管是男孩或女孩 腦部的發育 大概都已經到成人的90%以上了 所以後續成年的時候 其實腦部的變化 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 也意思說沒有那麼多機會了 然後到了老年的時候 就會開始慢慢的有一些 重量減少那麼退化的現象 那既然腦部的發育 是在胚胎時期 嬰兒時期最為重要 所以這個圖示就可以讓各位看到 從受精卵開始慢慢的發育 成為胚胎的時候 那我們稱為胚胎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很多的器官 都已經開始慢慢在成型 比方說懷孕三週 基本上心臟就已經開始慢慢成型了 那逐漸的就可以 醫生就可以開始聽到有心跳的聲音 你可以看到像我們的感官 比方說眼睛或者是耳朵 基本上在懷孕兩個月內 都已經有很大的發展了 那這裡用黑色的部分表達出來的 就說明說如果在這段時間 產生了任何營養上面的不足 或者是有其他的 比方說藥物毒物的傷害的話 那麼就會讓器官的發展產生異常 破壞了器官的發展 這個部分顯然就沒有辦法補救 那麼在晚期一點 這些發展如果有受害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影響功能 所以在這些部分 大家可以稍稍看一下 CNS代表的就是中樞神經系統 所以在胚胎發育的初期 其實腦部的發育就已經很早就啟動了 然後這整個懷孕的過程裡面 都是不斷的增長 好 有了這些基本的了解之後 後面介紹的營養素都 你都要放在這個胎兒 還有人的腦部的變化上面來了解 那第一個特別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點 礦物質這個必須營養素 它是一個公認很重要保障智力的礦物質 那點是一個礦物質 而且它是一個必須營養素 人體裡面的總量其實不多 只有15到20毫克 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它的功能很重要 它主要的功能是用來合成甲狀腺素 那甲狀腺素我們用T4跟T3來表示 這個甲狀腺素有什麼樣子的功能 就是點的功能 因為點缺乏的時候 就會讓甲狀腺素合成不足 那所有甲狀腺素不足的問題就會產生 那這個甲狀腺素的作用 它可以調節基因的表現 等於是種開關 那對胎兒發育的過程裡面 很多基因它的活力性都是有主控的這個作用 那所以在胚胎跟胎兒的發育生長上面 腦部2到3歲的這些發育上面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你說成年以後呢 成年以後我們的所有的能量代謝 保持體溫的產熱作用 甚至控制體重所需要的這些產熱作用 基礎代謝也都受甲狀腺素的控制 所以從小到老它都非常的重要 那點營養呢 過去我們可能一般的觀念都是影響甲狀腺 所以缺點會產生甲狀腺的腫大 但是現在要有一個新的觀念更為重要 因為當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甲狀腺腫大的情況之下 點營養其實對腦細胞發育的影響非常的大 上面這個圖就是顯示 點充足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腦神經元細胞 還有它們的網路的生成可以非常的豐富 如果是點缺乏的話 基本上就有很大的落差 那腦部的發育的關鍵期呢 基本上可以說就是在懷孕的初期開始 一直到幼兒三歲的這段時間 所以逐漸的慢慢的 你看腦部從這麼小的一個小小的部位 然後發育到新生兒 基本上有相當的重量 那這些都是需要甲狀腺素的控制 好 所以對胎兒的腦部發育呢 甲狀腺素的來源有兩個 第一段是胎兒自己本身 還不能合成甲狀腺素的時候 全部由媽媽來供應 所以這個時候媽媽就需要有充足的點 才能夠有充足的甲狀腺的功能 那這時候胎兒的神經細胞呢 它需要增加數量 需要移動到對的位置 然後形成組織 那第二段是從懷孕的第三期 也就是懷孕的六個月以後 然後一直到三歲 這個時候胎兒 嬰兒自己已經可以合成 自己有甲狀腺 可以合成甲狀腺素了 所以供給他們的點就要非常的充足 那神經細胞繼續的需要增生 需要形成網絡 所以缺點的後果非常的嚴重 它不是只有甲狀腺種 特別強調這一點 是要讓大家有深刻的印象 我們以為我們看不到周邊 有任何甲狀腺腫大的人 我們就覺得點營養充足 事實上是很不正確的看法 那麼榮總的一位鄧錦泉醫師 他是一位內分泌的醫師 他就提出來說 事實上他整理的國際上的資料 他提醒我們說其實缺點看得見的 比方說甲狀腺腫大或者是諸如呆小症 這些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其實埋藏看不到的 還有腦的中度傷害 智商的降低 甲狀腺功能的低下 這些都可以造成一生的影響 那所以國際上對於點的重要性 實際上他影響智力 影響智力就影響孩子的學習能力 影響國家的教育投資 那影響成人國民的經濟生產創意 其實它是影響國力很重要的營養素 所以點缺乏的時候 所造成的這些看得見 還有潛伏在冰山之下的疾病 整體稱它是叫做缺點病 所以點養缺乏的後果相當嚴重 因為它主要傷害了腦部 如果沒有盡早的矯緻補充的話 其實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彌補 那明顯的一個症狀是所謂的呆小症 智力低落因為影響了大腦皮質 它的發育不全 然後也影響了許多的感官 所以一般這樣子的患者 它的智力低落之外還會 就是耳神經實際上是受損的 它是聽不清楚的 然後整個運動神經都受影響 所以它完全無法行動 全身非常的疼痛 那另外當然甲狀腺的機能就會低落 那如果是在孕期發生的話 那麼胎兒有可能會流產跟死胎 那目前缺點的問題 還是世界上非常嚴重的營養缺乏問題 估計就是有13%的世界人口 實際上是在缺點的狀況 那麼因為缺點而有腦部損傷的孩子 其實也非常的多 那在人群裡面一個社會裡面 缺點的高峰選群主要是婦女 然後延伸 孕婦 嬰兒 兒童 還有老人 而且這個缺點的風險是有性別差異的 一般來說女性會比男性要來得嚴重 然後年齡增長 簡單的說老年人會比青年人要來得嚴重 好 點對智商真的有那麼嚴重的影響嗎 那確實是在國內還有中國 國外 都有許多的研究去比對缺點地區的孩子 跟沒有缺點地區的孩子 如果他們的能力都差不多的話 實際上他們的IQ表現 確實會差將近12到13分 那在中國地區 因為他們2000年以後做了很多的 這種點缺乏的改善跟預防的措施 所以他們有非常完整的研究顯示 點足夠的地區比點缺乏的地區 確實IQ會比較高 那麼在缺點的地區 如果給他點的補充充足的話 那這時候就會跟點足夠的地區 有相同的表現 缺點的地區如果補充的足夠 跟補充不足的來比較的話 那麼仍然會有補充不足的孩子 還是會有將近IQ8分的差距 所以這些歐美國家 還有中國的研究都很清楚的指出來 點缺乏的孩子確實是受到影響 那從這些圖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這是甲狀腺腫大 這是朱儒症 他們的年紀是相當 這是男士 這是三個女士 他們應該是年紀相當的 可是很明顯的這個聲量就不一樣 然後這一位基本上就是 看起來沒有很嚴重的甲狀腺腫大 但是他就是一個智力受損 然後聽力受損的一個患者 好 所以點竟然影響這麼重要 WHO世界衛生組織說 其實我們要改善人類的福祉 提升人類的智力 這個營養素下手 其實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就有一系列的怎麼樣去評估群眾 或者是國家點營養充不充足的 一些建議跟標準 如果點缺乏會非常嚴重 那麼甲狀腺腫大就會變成是流行的狀況 這個時候可以用甲狀腺腫大的程度來做偵測 好 那早期醫生用促診的方式 或者是目視的方式他就可以辨識 那等到希望破除這些主觀的誤差的時候 可以用所謂的超音波來做儀器的偵測 那這樣的話連比較隱性的潛伏 早期的這個甲狀腺腫大都可以辨識出來 可是當點缺乏沒有嚴重到 造成流行性的甲狀腺腫大的時候 是不是點就充足了呢 有沒有更敏感的指標呢 那這時候就需要測量尿液裡面的點排泄量 那點的營養評估 他比較是一個公共衛生的策略 也就是說他不完全是個人性的評估 他基本上是照顧整個社區或者是全體國民 所以這個時候的尿點 基本上是可以來自群眾的 每個人的一個尿點的資料 但是我們會把他計算出所謂族群的中位數 那在沒有甲狀腺腫大的地區呢 就用尿點的中位數來確認 到底是不是有缺乏 那這個中位數的量呢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如果是正常的範圍的話 中位數應該落在100到199 事實上高到299都還是充足可接受的 超過300以上才有過量的危險 那低於100以下 99以下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各種不同程度的缺乏 要特別提醒的是對女性來說 如果沒有懷孕的話 那麼100到299是正常範圍 可是一旦是懷孕或者是哺乳呢 他的標準就要提高到150以上 所以簡單的說一個婦女懷孕前後 對點的要求標準是很大的不同 那告訴我們婦女平常必須要維持在 比較高度的點營養的狀態 而不能落在低標的範圍 各位可能會覺得營養缺乏問題 一定都是落後貧窮的國家 可是我們看一下世界上有一個組織叫做ICCIDD 他就是專門為了消除點缺乏病的一個國際組織 那他有所謂的newsletter 大概3到4個月會發布一次 這是2011年的封面 提到英國的青少女 事實上是落入點缺乏的這個狀況 然後當排除前10名的國家裡頭 確實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一定都在其中 可是英國基本上也排名在10名以內 這告訴我們說點的營養狀況 不是富裕就一勞永逸的 他實際上是需要實時的注意的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國家 加拿大衛生部他們在2011年之後 發布了一個他們營養調查健康檢查的 全國的健康調查的結果 那也同樣的他們做了許多年齡層 然後尿點的中位數 所以各位可以看 如果是以學童 國小學童這個年齡層的話 他們的中位數是189 那麼這個資料也很清楚的讓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尿點濃度真的是隨著年齡逐漸下降 如果國小的孩子都不到100的話 那麼成人很可能就低於100的狀況 所以加拿大政府就非常有信心的宣布說 加拿大目前沒有缺點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子的 保持這麼好的點營養狀況呢 是因為這個國家1949年開始 他們國內就是以法規強制要全面食鹽加點 然後全面的使用點鹽 所以他們不會有缺點的風險 那台灣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在台灣的公共衛生歷史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1944年的時候 日本人在台灣做的營養調查 甲狀腺種是我們的十大疾病之一 這是很久的年代 那我們會覺得奇怪 因為台灣不是個海島國家嗎 為什麼那麼早的時候就會有 這麼嚴重的甲狀腺種的問題 所以告訴我們現實上來說 雖然我們是海島國家 並沒有免於缺點的風險 那是因為我們的土壤水質 基本上含點量都很低 所以台灣早期確實是有缺點的問題 那這是一張歷史性的公文 台灣省政府基本上就要求我們的製鹽總廠 要生產點鹽供全國利用 那用這樣子的政策來做消除 甲狀腺種的一個策略 所以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我們在民國56年到民國60年間 有非常大的進步 這是國小的小孩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然後加點前後的 使用點鹽前後的甲狀腺種大的問題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當年的缺點問題是 嚴重到甲狀腺種大的這種症狀 所以只要看甲狀腺種大就可以評量 是不是能夠消除或者是改善點的營養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在全部的男生裡面 本來有20%的甲狀腺種大的盛行率 加點之後可以降到4% 所以他的改善效率是80%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加點前跟加點後都是高年級的孩子 他的甲狀腺種大的盛行率是比較高的 改善的效果以低年級最好 女生的情況也是一樣 全部本來就比男性嚴重 所有的國小學童他的甲狀腺種大的盛行率 是27% 那麼加點之後變成6% 可是改善效率只有77% 也是高年級的女生 他的盛行率還有他的改善的效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從這些很具體的資料 都可以讓我們看到缺點對兩性 還有對不同年齡層的傷害 好 所以台灣從民國大概60年 我們就已經做到可以有一個完整的供衛政策 來消除點缺乏的問題 來維護國人點的營養狀況 我們稱台灣曾經是缺點防治的先進國 好 但是如果我們看我們的歷史變遷的話 在1967到1971的時段 民國60年的時段 我們做了很好的進步 可是後續的發展我們其實就不了解了 然後最近的資料是一直到2002年 2003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又有學童的資料 這個時候很明顯 社會上你看不到甲狀腺種大的問題 可是我們就需要改用所謂的尿點的中位數 來做評量 所以10年前我們國小學童的尿點中位數 男孩女孩都是123 那這樣子的數值表示 當時台灣的點營養狀況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12歲都還有這麼高 那麼年長的可能基本上都還可以維持在100以上 可是到了2008年 我們有更新的一些簡體 然後這是來自成年人的 同樣的做尿點的檢測的時候 我們發現成年人的尿點中位數平均只到100 那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問題 以至於會造成國人好像點了營養狀況 並不再維持良好 其實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貿易政策改變了 過去我們的食鹽是國營的 完全由製鹽總廠來出產 那麼保障品質而且保障普及 也保障價格 那可是到了2000年之後 我們加入WTO2004年 我們的鹽政條例完全廢止 那這時候鹽的販賣就民營化了 這個時候我們所吃的鹽就不再只是台鹽的製品了 所以如果我們仔細看這些近期的尿點的資料的話 各位可以同樣的看到 雖然2000年的時候學童的平均值 中位數可以到123 但是我們會看到男孩跟女孩的表現 也都是隨著年齡增長 高年級比低年級要有降低的趨勢 然後女生比男生要來得低 換句話說女性事實上進入青春期 國高中大學生成年之後 事實上點缺乏的風險是存在的 那麼2008年的最新的資料 讓我們看到平均是100 其實是因為男性的中位數102 女性的中位數948平均起來的 很明顯的看到女性的點營養的狀況 其實已經落入危險的邊緣 然後也看到年齡很明顯的 對女性造成的影響 所以把最新的資料做一個整理 那更清楚的呈現出來 對女性還有老年人整體來說 都是點營養已經落入缺乏的風險的族群 那孕婦呢 我們有一些孕婦的資料可以顯示在懷孕初期 這是懷孕從12週一直到快要生產的幾次產前檢查 那收集到的尿液來做檢測 懷孕初期的尿點的中位數 事實上遠低於150 那快要生產的時候仍然低於150 所以表示我們婦女的點的營養狀況 然後一直到懷孕期 其實都沒有辦法達到充足的地步 那點建議攝取量是多少呢 在台灣的話我們的建議是男女一樣 成年以上每天要140個microgram 懷孕期要大幅的增加 要有200個microgram 可是我們的孕婦大部分不了解也不知道 哺乳期要更多 因為這個時候如果是全母乳補味的話 還是需要供應所有嬰兒的腦部發育的需求 那上限攝取量大概就是1000microgram 我們也不建議多吃 所以什麼樣的食物可以供應點呢 那生鮮天然的食物呢 基本上就必須要從海產的植物類而來 所以海帶紫菜然後相關的這些製品 那另外的話就是海魚 海中的魚貝類等等都可以提供點 其中以海產類的植物 大概含量是最為豐富的 那除了這些生鮮的天然的食品之外呢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加點強化的食鹽 我們台灣的從過去在製鹽總廠所生產的鹽呢 大概含點量是20個ppm 所以如果能夠吃到5克 用到5克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提供將近100microgram的點 好 這樣 但是對懷孕期或者是老人哺乳的這些部分呢 可能都還需要再加以注意 那這些照護者就要特別的注意 留意是不是提供足夠的點 含點的食物 那對老年人來講呢 國內其實有另外一個鹽的產品 是可以幫助使用的 因為這些年為了高血壓的血管的健康 其實我們也建議說鹽不要吃太多 那在少鹽的時候呢 更需要用點鹽 因為這是唯一可以保證 給你穩定的點供應的來源 那我們台灣有多少加點的食鹽呢 當我們去仔細的去做一些市面調查的時候 發現確實不多 大部分都是國產的 也就是我們的台鹽繼續生產 所以這邊有好幾個台鹽的製品 那你要注意一下 必須要是高級或者是特級金鹽才有含點 可是你從這個標示上面 完全看不到點的字眼 你必須要在它的食品添加物裡面 看到有點化物的存在 你才能夠確定它是有加點的 那我們在國內可以看到一個美國進口的鹽品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們會把加點強化很明顯的標示出來 好 適合老年 中老年人使用 用來幫助控制血壓的 是減鈉鹽 台鹽基本上一系列的減鈉鹽 不管它的減鈉程度多少都有加點 那所以這是老年人可以選用的 可以避免鈉太高 然後同時又可以供應點 那也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進口的食鹽絕大部分都不含點 這是因為進口的食鹽 它其實品質沒有 不見得有台鹽的精鹽那麼好 它必須要有不一樣的訴求 所以它訴求天然有機健康 那麼天然有機就是不能有添加物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檢測 讓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如果是海鹽的話 那麼基本上它的含點量很低很低 只有一個PPM不到 可是如果它是所謂的鹽鹽 成塊狀的這種結晶塊狀的鹽的話 基本上完全測不到點 那個量是就是完全沒有營養上的貢獻的 那這裡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看到 這些礦鹽其實完全沒有辦法 在點營養上面有任何的貢獻 但是它確實現在很流行的使用的鹽品 所以在消費者使用的時候 確實要為自己的健康稍稍的做一點選擇 那點很重要 可是點過量也是有一些風險的 尤其是平常我們會擔心 是不是補充劑吃太多 而有補充過量的問題 但是點的問題其實完全不同 第一個在世界上吃點吃的很多 生活習慣飲食習慣裡面點就很多的國家 基本上大概就是日本跟韓國 他們完全不需要食鹽加點 他們的尿點的中位數是高標 那所以他們完全沒有點攝取不足的問題 可是他們的日常飲食裡頭 就有很多的這種所謂的海菜湯 那同樣的有一些民俗偏方就會告訴婦女說 當你懷孕哺乳的時候要多吃這樣子的湯品 那甚至成為加工食品到不同的國家販賣 那在澳洲他們就發現說 這一類的產品它的點含量 雖然是天然的食物 正因為是天然的食物 所以它的含量懸殊很大 它的點含量一碗就可以將近2000mcg 幾乎是我們孕齊建議攝取量的8倍以上 這樣子的話就有風險了 所以在研究上面就發現說 如果是透過這樣子的飲食 然後攝取過量的點跟攝取點充足的乳腹 那麼他們的哺乳的嬰孩會產生什麼樣的現象 這個白色的壩代表的是隱藏性潛伏性的 甲狀腺機能低弱 反而對造成孩子的甲狀腺的發育有問題 然後他自己本身的甲狀腺的功能不好 所以媽媽乳婦點過量的時候 對嬰兒確實是有不利的影響 那這個是在鼓勵民眾攝取點的天然食物的時候 一定要提醒的 好 所以關於點的部分 我們要有以下的結論 第一個你要更新點的營養的觀念 他不再只是有沒有大脖子而已 他實際上是跟腦部發育有關 所以跟你跟我還有跟我們的家庭都很有關係 台灣雖然是個海島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一定不會缺點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環境是缺點的 那我們過去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點 是營養充足的 這是因為我們政府的公衛政策做得非常的好 遠遠的領先其他的開發中的國家 那使用的策略是點鹽 加點強化的食鹽基本上因為大家不會 都已經知道鹽不可以吃太多 所以如果他的點量供應適量的話 實際上不會有過量的危險 那鹽是一定要吃的 調味上一定會用到的 所以這個時候選用點鹽其實是避免納過量 又可以供應點的一個方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全世界WHO還有ICCIDD都建議各個國家 用點鹽來作為一個安全有效的供點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的飲食訴求 基本上就看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不能什麼樣子的營養素 都期望從天然的食物能夠供應適量 那我們國家現在確實是有點營養呈現降低的趨勢 事實上是一個健康的警訊 要加以注意 尤其是對於婦幼還有孕乳期的這些族群 因為他影響到婦女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 一定要優先維護 那海產植物如果能夠適量的食用的話 就有要注意就是不要有過點過量的這種風險 好 所以有關點的營養 現代人應該注意的問題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第二個我要介紹的是N3脂肪酸 因為現在脂肪的議題很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追求脂肪酸 我們特別要介紹的是有關常鏈的N3脂肪酸 因為他也是一樣跟腦部 還有我們的視覺器官的發育是有關係的 常鏈脂肪酸為什麼很重要 第一個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腦部 還有視網膜的主成分 如果有一個部位 他的這種脂肪酸含量高 那基本上就表示他一定有他的功能 所以我們會看到母乳N3的脂肪酸含量非常豐富 是為了要供應嬰兒的需求 那嬰兒需要什麼呢 針對腦部的發育 到了懷孕第三期 孩子的腦部已經充分的發育的時候 一天大致上需要累積需要利用到3毫克的N3脂肪酸 那到了嬰兒期出生之後一天要5毫克 這裡都說明了腦細胞的增長都需要有N3脂肪酸 那2到4歲的時候 整個腦部的N3脂肪酸的總含量是4克 在N3的脂肪酸裡面常鏈的DHA DHA平常我們熟悉的就是從魚油來的脂肪酸 基本上佔了97% 我們知道脂肪酸裡面有分飽和不飽和的類型 那多元不飽和裡面有N6N3 其中N3裡面DHA這種常鏈的脂肪酸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圖讓各位可以看到 以週數來算 40週的時候是孩子出生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條曲線代表的就是DHA的量 其他的脂肪酸的量都沒有需要增加 可是DHA的量基本上隨著腦部的發育 都是持續上升的 那另外視網膜也是一樣 在視網膜還有很多的N3脂肪酸 其中DHA要佔93% 好 DHA有些什麼功能 我們綜合整理一下 它調節我嬰兒早期的視覺跟認知的發展 那它會影響醫生的心血管的健康 而且也會影響長期的免疫功能 有些孩子會有氣喘過敏 這些發炎的問題 研究上指出來說 事實上媽媽或者是孩子有比較充足的DHA呢 那可以讓孩子日後氣喘過敏的這些問題 免疫上的一些異常比較風險比較低 那也會影響長期的發育狀況 影響8歲到8歲的語言功能 所以N3脂肪酸到底每天要吃多少呢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一下 19歲以上成年人需要一天男性1600毫克 女性1100毫克 相當於1.6公克跟1.1公克 那其中這麼多的N3脂肪酸裡面 常練的DHA EPA主要從魚油而來的 要占10% 那孕婦跟乳婦呢 基本上這個DHA的量 就幾乎要2倍到3倍平日的菅餘量 好 所以媽媽有沒有充足的DHA 然後對孩子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在心理學家其實有一些 這個行為上面的測試 所以這裡讓各位看一下 要了解幼兒有沒有問題解決的能力 來代表他的腦部的功能 那所用的這種測驗方法 基本上是所謂的3-step the problem solving 那哪三個步驟呢 場景是指 場域是這樣子的佈置的 這個桌布底下有 布蓋之下有玩具 但是上面底下鋪了桌布 上面蓋了一個遮布 然後在這個孩子的前面 還放了一塊大積木來這個干擾他 所以孩子要取的玩具 他必須要把這個這塊肌木推開 然後把桌布 用桌布拉著桌布把玩具拉近自己 最後他終於可以把這個桌布掀開了 所以看這三個步驟他的表現 那所以孕婦從懷孕的第24週 然後到生產都補充DHA 然後當然有一組就是沒有補充的 然後孩子9個月大的時候 來做這種problem solving的測試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結果 這是補充DHA的這一組 這是沒有補充DHA的這一組的嬰兒的表現 那整體來看三個步驟 有沒有意願 願不願去把那個積木撥開 或者是把桌布拉近 然後最後把布掀開 各位都可以看到 這三個動作的分數都是DHA這一組 要比沒有補充的這一組來得高 總分也是以DHA這一組高於沒有補充的這一組 好 所以在這裡就有明確的實驗證明說 實際上這個媽媽有DHA的補充 真的是影響到孩子 那對於乳婦呢 孩子哺乳的時候 幼兒基本上就是從媽媽的乳汁獲取N3脂肪酸 那這邊有一個資料可以顯示說 每個國家因為母親的飲食型態不同 那麼乳汁裡面含N3脂肪酸的量是不一樣的 你看到最高的就是吃魚 然後吃魚量最多的日本 那菲律賓也是個吃魚的民族 然後像這個歐美國家 他們不是那麼愛吃魚 相對的乳汁裡面的DHA就少了 所以媽媽的飲食習慣確實是會影響到 乳汁裡頭的N3脂肪酸的含量 那母親自己本身的N3脂肪酸 營養狀況好不好 其實對母親自己本身也有影響 所以這裡有另外一個資料顯示說 如果母乳裡頭的DHA的含量比較高 或者是變低 那麼跟媽媽的產後憂鬱症之間 是有負相的相關的 我們都聽過 母親生產以後 基本上會 情緒上面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那麼影響腦部功能的DHA 看起來是有他滿重要的角色 那對母親來講 DHA一方面要分泌到乳汁裡頭去供應嬰兒 那自己到底有沒有充足呢 所以母親需要有雙重的補充 那DHA從哪裡來呢 一般來講我們會說從海產來 所以這邊也有一個資料顯示說 那是不是吃海產多一點 產後憂鬱症的風險就會比較低呢 那我們也看到海產的攝取量跟產後憂鬱症 確實是有負相關的這種趨勢 好 那到了老年N3脂肪酸 其實在好幾個近代的研究裡面 都看出來他對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事實上是有降低的效果 那這樣子的圖形基本上如果沒有作用 就是在1.0的這個地方 如果是反效加重的作用的話就會超過1 如果低於1的話就表示風險是降低的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N3脂肪酸 其實功能非常的多 那尤其是對腦部的所有的認知 或者是情緒啊 還有記憶退化等等 這些都有作用 那這裡呢 提到了脂肪酸就要解釋 或者是了解他的食物來源 那天然的食物來源基本上就是海產的魚類 所以這邊有一個另外一個實驗呢 很清楚的看到基本上把內精神症狀 他把它分成三級 所以有很輕微的中度的跟高度的 這樣子的三群人 然後把輕微的這一組人呢 他的這個精神症狀的發生率當作是1 以他為基準來比較 然後在這些中度跟高度的族群裡面呢 基本上按照他們吃魚的頻率 很少一個月才偶爾吃一次 或者是每個禮拜吃兩次三次的 分成這樣子的五種 那我們就會看到他的曲線 基本上就是深或淺的優質型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適量的攝取海魚 確實是有助於改善精神症狀 那為什麼過量的時候反而不好呢 主要是因為如果是海魚的話 另外一方面的風險就是重金屬的污染 尤其是拱的污染也確實是存在的 所以在使用天然食物的時候 基本上都要利弊之間取個平衡 好 那台灣地區呢 我們的孕婦在魚水產的攝取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懷孕三期 我們有個調查 那可以看到全區的孕婦 其實魚水產的攝取量 在懷孕第一期的時候其實不高 懷孕第二期的時候就慢慢的增高 那這很容易可以了解 因為懷孕第一期的時候孕婦會害喜 往往有腥味的食物 事實上那個時候不太容易接受 那有些人可以吃得很多 可是有些人也幾乎可以完全不吃 那吃得多跟吃得少 跟不吃的人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也稍稍的做了一個 血液裡面的DHA 脂肪酸的比例的分析 我們挑出了一些完全他的飲食紀錄說 他真的是不吃魚的 然後我們找出一些吃魚量是在高的百分位的 然後就很清楚的看到 兩群人的血漿裡面的DHA的比例 是顯著的不同 吃魚的這一組基本上就會比較高 好 那懷孕的時候再吃魚嗎 當然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國家2008年也是一樣有很新的 脂肪酸的營養狀況的資料 這些都是分析血漿裡面的脂肪酸的比例 那我特別把女性跟男性N3 這一系列脂肪酸的不同年齡層的資料 來展現給各位同學看 那我們先看TOTAL這一群好了 就是總N3脂肪酸的量 你注意一下從19歲一直到65歲以上 你看到的趨勢是什麼 我們要說30歲以下的這些年輕人 基本上是N3脂肪酸的營養狀況偏低的 高的人可以高到像45歲到64歲的這一群人 幾乎是所有年齡層裡面最高的 那男性也是一樣 而且在這裡都看到 意思就是說各位的這個年齡層 是我們國家裡面這個N3脂肪酸營養狀況是偏低的族群 像老師這個年齡層接近50歲60歲的 基本上是比較好的營養狀況的 那這些資料也就提醒大家 在各位的飲食習慣裡面 一定要想辦法維持自己的N3脂肪酸的營養狀況 所以我們再來瞭解一下N3脂肪酸從哪裡來呢 N3脂肪酸它可以從許多的植物油而來 但是常練的一定要從魚油 海油 海魚而來 那有一些海藻類它也會含比較高的N3脂肪酸 所以一些食品公司他們就會去 從這些海藻來萃取所謂的素的N3脂肪酸 那不管是來自動物或者是植物 基本上上N3脂肪酸的結構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吃魚 然後也不太吃 不太瞭解有哪一些的海藻製品 是含N3比較高的 那麼對你們來說 對年輕人來說 可能魚油的補充劑 是你可以選擇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那當然一些油脂 像黃豆油 芥花油 堅果類 都可以提供少量的N3脂肪酸 不過他們的碳數比較短 那這一類的脂肪酸要在體內代謝成為常練 來供腦部利用的話 它的代謝效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在選用的時候 及時的補充還是魚油的效果會比較好 而且可以避免 有生鮮的海魚有重金屬污染的問題 好 所以有關點跟N3脂肪酸的介紹 我們在這裡就告一段落 另外兩個跟腦部發育有關的是維生素 而且是B群的維生素裡面的葉酸跟膽素 那葉酸的部分的話 這些小東西我們就不講了 它主要在胎兒的發育裡面 是跟神經管缺陷有關 那這些我都有說明 缺少葉酸的時候還會造成貧血 它會讓血球細胞沒有辦法增生 所以會是它的形態會比較大 我們稱它是聚球性的貧血 就像這樣子的情況 好 葉酸除了跟胎兒神經管 缺陷有關之外 其實它有很多保健效果 比方說它其實跟一樣 在胎兒嬰兒的部分 它其實跟器官的發育有很密切的關係 好 那另外對成人來講 它可以降低中風跟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還有它跟癌症也有關 在大腸癌跟子宮癌的部分 它都有預防保健的效果 那其他可能相關的 包括阿滋海默症 憂鬱症 還有男性的精子的數目跟密度 所以事實上一個必須營養素 其實它有多重的作用 那這邊有營養的建議 注意它也是有上限攝取量 雖然它沒有毒性 但是它會影響維生素B12 葉酸食物的來源有這些東西 天然食物可以從這些食物來 那顧名思義 葉酸就是來自綠葉蔬菜含量最高 那歐美國家他們 因為他們吃的菜少 你們可以看到溫帶國家吃菜其實是很奢侈的 所以他們在骨類製品裡面都做強化 那再來就是營養補充劑 所以在葉酸的部分還要強調一點的是 我們在算葉酸的利用率的時候 天然的葉酸 也就是食物裡面所含的葉酸 跟補充劑的葉酸 其實是補充劑的葉酸 它的吸收率是比較高的 好 所以他們之間的這種效用 需要1毫克的1microgram的葉酸 才能 才只抵得過0.6microgram的葉酸補充劑 好 所以葉酸的部分 一般人都比較熟悉 主要注意的是不只是只有女性需要 其實它對男性也很重要 尤其是對不喜歡吃蔬菜 男性通常都比較愛吃肉 那這時候其實在台灣的營養調查 男性的葉酸營養狀況是比女性要來得差的 這個提醒大家注意 那另外要介紹的 提醒的是膽素 膽素因為名字叫cholin 它事實上是一個屬於B群水龍性的維生素 那它的作用其實非常的多 它本身是磷子質的成分 所以它構成細胞膜 它是神經隨竅的成分 所以它跟隨竅的合成有關 那當然也就是整個腦神經系統 很重要的成分了 它是神經傳導物質的成分 然後它在肝臟裡面扮演協助肝臟 把脂肪運出細胞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cholin它也是一個提供甲肌的維生素 甲肌會影響我們基因的表現 所以葉酸和膽素都是足以影響我們基因表現的 所以它才會影響到癌症 那這是建議攝取量 好 如果膽素缺乏 基本上就會產生脂肪肝的問題 我把一些重點告訴大家讓你們可以應用 那膽素對胎兒也非常的重要 我用幾個圖形來讓你們看 這是當媽媽的葉酸攝取量不是特別高的時候 如果補充膽素的話 那麼可以降低神經管缺陷的風險 所以表示除了葉酸之外 膽素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也可以同樣的降低純烈的風險 所以對懷孕期來說膽素的需要量 是滿足膽素的需求非常的重要 如果缺的話 那麼胎兒的缺陷風險可以升高四倍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實驗是 我們科學家試著用動物來做實驗 所以基本上是在懷孕25週 胎兒25週的時候 那麼他的海馬迴的發育是很重要的時期 那海馬迴跟我們的長期記憶有關 所以都是腦部很重要的部位 那動物實驗裡面就用小鼠走迷宮的方式 你看這個迷宮有不同的圖案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放食物 然後看看動物要試幾次才會找到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了解測試動物的記憶力 所以母鼠懷孕的時候給他補充膽術 或者是不補充 所以有一個對照組有一個補充組 然後生下來的小鼠在他兩個月大 14個月大還有26個月大 換句話說1歲2歲的時候 分別來做這個總迷宮的測試 也就是測試他的記憶力 縱軸是錯誤的次數 要錯幾次才會找到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補充充足的話 不會有什麼差別 小時候怎麼樣 到老還是跟年輕的時候一樣 可是沒有補充的這一組的話 本來出生之後兩個月 基本上他的記憶力就已經比 有補充的這一組要來得差 然後隨著小鼠的年紀增長 越老記憶力真的就越差 那這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母鼠孕期的膽術補充 基本上對小鼠的腦部功能 尤其是海馬回這個 跟記憶有關的這個部位 他的長期的功能有很密切的關係 好 這是膽術豐富的食物 各位稍稍看一下有沒有你愛吃的 那台灣人也有膽術的資料 台灣人的膽術的來源主要是這些食物 其實最主要的是來自蛋豆魚肉類的製品 在我們的飲食指南裡頭 是蛋白質類的食品 然後再來就是生綠蔬菜 然後乳品 其實你看從乳品開始 他的貢獻度 就是說一天裡面所給我們的量 其實就很低了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含量比較高的 那當你蔬菜的量攝取高的時候 也可以增加這個部分的貢獻度 那這個貢獻度是指一天裡面 我們所吃的食物 25%的膽術是從雞蛋來的 那真正的攝取量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這邊有男性跟女性的攝取量 你看男性每一天大概不同的年齡層 差不多就是300到最高到400 成長最快速的時候 那女性的話最高頂多到290 我們的建議量是這麼多 我們真的只有70分 搞不好只有60分 那這對女性來講就特別重要 一旦懷孕 這個攝取量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各位要稍稍加以注意 那所以也讓同學看到 你熟悉的維生素之外 還有很多新的 他不是新的營養素 可是對營養素的重要功能 現在我們有更多的高科技 還有醫學上的知識來辨識那些以前 我們想不到的缺乏的狀況 那膽術缺乏有什麼問題呢 剛才已經提到了 他會造成脂肪肝 以前脂肪肝都認為是攝取酒精太多 就是戒酒就好了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不喝酒的人 還是一樣會有脂肪肝 這個就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那膽術缺乏可能是其中的一個 另外因為膽術是 我們說他是細胞膜的重要成分 所以還包括什麼呢 膽術缺乏會讓肌肉細胞有損傷 所以對運動員來講這個就很重要 肌肉細胞損傷 細胞裡面的那個酵素就會流失到血液裡頭去 所以有一些測量脂肪肝 肝臟損傷 或者是肌肉損傷的指標 是可以幫助我們做辨識的 那最好的做法當然就是做肝臟的影像掃描 那就可以清楚看到肝臟有沒有脂肪的堆積 好 所以我就很簡短的做這樣子的快速提示 對同學應用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